好的 在這個階段呢 我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針對臉上不同部位的瑕疵 怎麼樣利用魔法修片筆 來做到最棒的遮瑕技巧 那在這個遮瑕要上妝之前呢 首先我們要利用 夢幻美肌的粉底液呢 輕輕的 薄薄的 打上一層 光泡的基底 在打完了粉底之後呢 你會發現 臉上一些細小的瑕疵 基本上呢 已經透過底妝 有了修飾的作用 這個時候呢 我們再來判斷 有哪些部分呢 是需要做到更完美的修飾 遮瑕呢 大家最在意的一定就是 眼周的部分 因為這部分呢 常常會有 黑眼圈啦 或者是一些 暗沉的這個色素沉澱 還有呢 讓你眼睛看起來 不是那麼完美的 一些細小的這些紋路 首先第一個部分 我們要先找到 適合自己的膚色的顏色 你看到我們三個 魔法修片筆的顏色 從白皙 自然 到健康膚 那我們在選擇 這個眼周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選擇 自然的這個顏色 因為它可以完全的融入 我們的肌膚的顏色 同時又有亮一號的感覺 很簡單 我們只要輕輕的轉動 尾端的開關 它就會呢 釋放出我們的修片液 到我們的這個刷腹的頂端 可以輕輕的在手背上面 做一個 匀色的動作 以確保它的這個用量呢 不會太多 眼周的這個瑕疵 通常是出現在這個 淚溝的位置 順著 這個暗沉的弧度 好像一個半月形的形狀 輕輕的刷上去 刷式上去之後呢 我們在利用指腹輕輕的點壓 剛剛上過這個 修片筆的位置 讓我們的魔法修片筆 可以很自然的融入我們的底妝 融入我們的肌膚 讓它不找痕跡的發揮 它的修片作用 來提亮眼睛下方的暗沉 很多人呢 在這個眼角眼尾的地方常常 也會有這種半紅的問題 我們只要一點點的用量 輕輕的刷上去 你會發現眼尾的暗沉不見了 還有整個眼部這個周圍 更明亮眼睛還有拉提的作用 感覺更緊緻 更有光彩 如果你的臉上有比較明顯 或者是比較嚴重發炎的痘痘 怎麼樣來做一個遮瑕的動作呢 我們要準備兩個不同顏色的 一深一淺的遮瑕筆 針對嚴重的這個瑕疵 比較深的色素沉淨的痘痘 我們一定先用健康膚 先做一個周邊的暖化 再用淺色的自然膚 再來調出一個 最接近膚色的這個色調 這樣子就可以非常自然的遮蓋掉 這種比較深 比較黑的這種結痂的痘痘 所以不要忘記了 在你臉上只要出現瑕疵 就立刻拿起你的魔法修片筆 針對不同的部位 展現出最完美動人的時尚底妝